你们看到封面和标题应该知道我要做什么了吧 没错 就是可爱 漂亮于一身的 西瓜吐司 别人做这种带有颜色的美食 都是用的什么色素啊什么东西 但是我就不一样了 用的都是水果和蔬菜的汁来染色 这样健康又营养 在一片花生药与间我们的颜料就做好了 接下来用果汁和蔬菜汁和好面团 炒好面团后醒发两个小时 不得不说我的技术越来越好了 擀面杖都有了 撒上黑芝麻当西瓜籽 撒上白芝麻当未成熟的籽 嘿嘿我真是个天才 卷起来 卷起来 白色包红色 绿色包白色 哈哈 韭菜饺子就完成了 开玩笑的 放到烤箱里烤个20分钟 我这手法看似随意 不过在等待20分钟之后 从烤箱里拿出来的一定是可爱又漂亮的西瓜吐司 做完视频上传B站 不用多久我就会疯狂涨粉 成为百万UP主 走向人生巅峰 想想还有一点小激动 哈哈 啊 你他妈的骗我吧 哇这么硬 这么硬 哇 哇 嗯 嗯 哇 啊 啥都没了 没颜色了 颜色都没有了吗 颜色都没有了吗 价值得一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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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